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行走的票房保证机 王家卫转发无名盈亏 引发热议 王家卫的一个转发 让已经上映一年多的 无名直接登上热搜 可谓是风头正进 与此同时 王一博再度引发大家的关注 不得不说一句 人气爆棚 票房扛靶子 简直就是行走的票房保证机 话说回来 王一博的无名上映已经一年多了 但热度依旧不减 为啥呢 因为这部电影不仅是文艺片的春天 更是票房的春天 王一博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 可谓是惊艳了无数观众 连夜内的大佬们都纷纷点赞 这部 金鸡奖的榜单上 他的名字闪闪发光 仿佛在说 看 这就是实力 这是一部文艺片 实现了口碑 票房 奖项的三重大丰收的作品 而争议生也曾出不穷 特别是影片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的问题 甚至让王家卫都在关注 由此可见 电影圈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度 好作品是长久留香的 此话用无名上 恰到好处 这部影片为何一直被拿来讨论 那是因为一个人 就是王一博 他用实力证明了 文艺片不一定取高贺寡 主旋律也不一定难得可怕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真本事驾驭它 而王一博 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演技经过观众的检验 成果也得到了业内的称赞 再来说说人 鱼 这部电影虽然相当低调拍摄 但依然处在舆论的焦点 为啥呢 因为无名的成绩太过耀眼 以至于人们都对王一博的下一部作品充满了期待 这就像是 你刚吃完一顿大餐 突然又闻到了更香的饭菜 怎么能不让人期待呢 王一博的粉丝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的偶像不仅在电影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在各种领域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人气爆棚不说 从国内已经到了海外 影响力和号召力 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厉害 他的演技 他的颜值 他的人气 简直就是全方位的无敌 巴黎奥运的一举出圈 获得狂赞 赢得满堂喝彩 王一博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这两天的王一博的出圈 让多个圈层都疯狂了 蹭到就是赚到 都在夸 根本夸不完 显然成了王一博现象 从文旅圈到洛阳城的哄抢 再到学术圈教育圈 更别说电影圈和金融圈 抢人的势头一波接一波 无名的再度提及 就不得不说 王一博在23年春节当的表现 更是让人咋舌 面对黑水猛贯 他不仅挺过来了 还赢得了更多的赞誉 这就像是 你在一场大雨中 不仅没有被淋湿 反而还洗了个澡 变得更加光彩照人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他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 他的电影之路 可谓是越走越宽 越走越亮 他的实力在不断增加 人气也在不断攀升 口碑和票房 都被他牢牢地扛在肩上 好了 都知道人鱼早已经结束拍摄 貌似王一博还投资了这部作品 相信会有不少的惊喜 哪怕是纯艺术片 也会因为有王一博在 少不了关注度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